上海动物园的交通枢纽 公共交通枢纽终于要使用了 终于快要投入使用 这个枢纽修了多少年我都不知道 但是反正我知道这个枢纽 真的是伴随我在上海的很多时间 去年的时候 应该说今年 今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 真的是很崩溃的 我开着车绕着动物园转了几圈 硬是找不着停车的地方 停到了很远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去了 所以这个上海动物园的交通备受诟病 当然我们也提倡大家这个低碳出行 尽量坐地铁去 十号线地铁已经不堪重负 所以公交又停在周边 停的时间不能过长 所以造成整个这一段路 停桥路这一段是拥堵的非常厉害 其实离开那地方就已经畅通了 所以这个枢纽是众望所归 大家都盼着它早一点建成 毕竟建成之后多一点停车位 也多一个公交车能够停靠的挡弯 然后这个疏散的群众可以进入到这个枢纽里面去疏散 不影响道路的正常交通 好消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枢纽将来还会接上这个26号线地铁站 26号线当然是一个远期计划 但是将来有了新增一条地铁的话 肯定会能够缓解目前上海动物园站的这个交通压力 和10号线还能换成 所以这个枢纽可能一直是因为规划变来变去 或者说某些条件还没具备 一直拖一直拖 但是真的这项工程早就应该先建成 先投入使用 毕竟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公交车站的话 那不如让它先运营起来 搞成半截子工程放在那儿 影响了大家的时间 也就是影响了大家的生命 所以当小朋友成长起来 望到这个枢纽的时候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感谢观看